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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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瓜 瓜叔 你们没有发彩星帖给别的武馆了 没有啊 没有 恭喜 恭喜 我说 今天您荣休 我们赵爷出狮子为您庆祝来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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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师傅 这个福寿青 是我专门设给黄师傅表演给波叔看的 你怎么可以出狮子来采这个青啊 亲爱会长 话不能这么说 正所谓天下青天下人才 而且有本事就不怕别人抢吧 对不对啊波叔 没错 没错 还是波叔十大体 知青重 而且我又不是亲自出马 就让年轻人玩吧 不过今天采青如果有任何的损伤 只怪自己功夫欠佳 与人无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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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的心想 好 真命 走 不许笑 不许笑 让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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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寿比南山 今天的事真丢人 让王飞鸿这样心 乍爷 阿七今天是最不值 什么阿七不值 我才最不值呢 哎呀 我说你们没有学识就没有学识啊 是可杀不可辱啊 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呀 阿七 我真替你不值 我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整个屁股都给人家看了 你 哎呀 以后怎么见人呢 好了 此车不报飞鸿子 师父 你就报仇 你还说 平时不好好练功 现在输了 怪谁 真丢脸 来来来来 阿贝啊 今天辛苦不辛苦啊 不辛苦 找有晚饭有花生米吃就好啦 好 爹 我想吃饭煎炒蛋 我已经好久没吃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想打架是不是 我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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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兄弟 爹 在下替小女 道个歉 对不起了 爹 这不来之后她的错吗 算我倒霉 爹 我们跑江湖的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爹 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吃饭啊 来吃饭 走吧吃饭 吃饭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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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来 给我拿酒 拿酒 七哥 阿七呀 你怎么又喝醉了 来 我扶你起来 起来 我还能喝 你能喝 你能喝啊 我真的 还能再喝 好 慢点 阿七呀 来喝碗开水 这什么呀 开水呀 我不喝水 我喝酒 阿七呀 你以后不要喝酒了 好不好 你整天和那些狐鹏狗友喝酒 人家出酒 你的命都快没有了 狐鹏狗友 我那是和我师父出去办正事 办正事你懂不懂 我知道 不就是那个赵虎吗 你看看他后面的那个冯城啊 那个老色鬼 在街市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就动手动脚的 还有那个狗仔呀 也不是什么好人 以后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 好了好了 哎呀 我说错吗 自从你人赵虎做师父以后 整天惹是生非的 市场上的卖鱼婆 你哪个没跟人家吵过架 逗过嘴 以后不要再骗人了好不好 啊 七哥 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呀 啊 我 我每天这么辛苦 我是赌钱 可我就是为了让你平时也好东西嘛 我做错什么啦 啊 可是 可是我女儿平平静静的生活 我也不想看见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错了 我想你赔礼道歉 我以后要是再不改 我就不是人 哎呀老婆 哎呀你慢点 来来来 阿快 坐着 阿蘇 哎 九叔 你想清楚没有啊 到底是头疼啊还是腿疼啊 啊 我我头疼啊 好啊来来来 我给你看看啊 不是我腿疼啊 哎 来来来 我给你看看啊 是这条腿疼 到底是哪条腿啊 这条 是不是这条啊 是这样吗 来来来来 九叔啊 是不是这儿啊 嗯 是这儿吗 感觉怎么样 感觉好多了 谢谢黄师傅 好多了吧 就说我不是黄师傅 我是阿宽哪 哎 阿宽 阿宽她是喜欢泡妞 她只对女病人用心 哪有像你这样细心给我看病的啊 不是她喜欢泡妞 不是她喜欢泡妞 是妞喜欢泡她 哎 嗯 怎么样感觉九叔 感觉好多了 谢谢黄师傅 哎 九叔 你看清楚了 我不是黄师傅 我是阿宽哪 哎 阿宽呢 黄师傅在那边呢 九叔 你的腿怎么样了 哎 好多了 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牙齿也不爆了 对吧 漂亮了 黄师傅 嘖 我是阿宽 他是我师傅 黄师傅 你们师徒真爱玩 我虽然这么大年纪了 我也没老糊涂啊 阿宽我想去茅厕 你能带我去吗 哎哎哎哎 九叔九叔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黄师傅 你真是摘心人厚令人钦佩啊 哎 师傅 九叔的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每个人生老病死是必经阶段 哎 黄飞鸿出来 哎 你们想干嘛 老子连你做得了主啊 我做不了主 你做主啊 把黄飞鸿叫出来 黄飞鸿是你叫的吗 到底什么事 干什么 你看 打伤了我的徒弟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不会吧 昨天你们暗算我师傅 我都不计较了 还救了你的徒弟 你不但不知人图报 还烦咬我一口 哼 阿吉 师傅 他们来踢馆 快 师傅 他们来踢馆 在下黄飞鸿 请问 这位是我们黑虎拳馆馆主赵虎是吗 你的徒弟打伤了我的徒弟 你放屁 如果是他打伤的 一切责任由我黄飞鸿承担 空口无凭 谁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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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黄飞鸿讲的话 不负责任的话 就跟这木桩一样 一批两断 任凭赵师傅处置 就凭你这句话 我 给你这个面子 走 走走走 走吧走吧走 你起来起来起来 走了 您请 里边请 来来来 喝二杯 请坐 您请坐 黄师傅 您还有铁观音 没错 好 铁观音一壶来了 你以为你真的像师傅啊 只有那些老年痴呆的 才觉得你像呢 师傅 我想吃鸡肉大包 习惯吃就叫吧 小二 小二 来一笼鸡肉大包 大阿姨 是新来的吗 交费了没有 从来没见过肯定是新来的 真够肯定 来 这两个女孩模样不错 怎么沦落到街头卖艺了 实在可惜呀 哎 现在生活艰难嘛 卖艺讨饭总比伤天害理坑骨拐骗好吧 师傅 好 阿荣说得对 靠双手赚钱 不做坏事 值得大家尊重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捧场 谢谢啊 又是你 交保护费了吗 知道这边谁是老大吗 我们不需要保护 不需要保护 不需要保护费 阿琪 走了 混蛋 谁叫你这么没礼貌 没大没小 姑娘 师傅 好心有好气看 姑娘 喂 你要干嘛呀 奇有此理欺负女人 真是奇有此理 阿荣 不要冲动 喝茶 是 师傅 慢 有时日慢慢说 如有得罪之处 请见谅 老师傅 在下黑虎拳拳馆赵 刚才小徒冒犯 请见谅 赵师傅 是敬 在下田谅 初到贵处 昨晚小女与令徒发生了一些误会 望赵师傅 海量包涵 原谅小女失敬 哪里哪里 所谓不打不相识 这是缘分吧 相请不入偶遇 如蒙不弃 请到寒舍一叙 就当喝合头酒吧 好 爹 既然赵师傅 圣意全全 那么在下我 只有奉命而行了 爹 请 帮田师傅收拾东西 好 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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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尽是 没事发生 没有事发生 价也没打成 这个招呼 平时事强零弱 现在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师父 他一定是对人家两个女儿打坏主意 你看他笑得有多贱 时不言启不语 你们是来喝茶还是管闲事的 来 我敬你一杯 好 天师父海量 还在来呗 多谢赵师父后代 在下感激不尽 哪里哪里 大家同是江湖中人 应该守望相助 天师父不必客气 更何况您的两位千金如此冰雪聪明 天师父不愧一门三劫 可喜可贺 赵师父见效了 阿卫安心 还不快点敬赵师父一杯 一些厚带 赵师父 请 请 多谢赵师父款待 时间不早了 江湖人胃口奔波 天某就此道别了 天师父请留步请留步啊 我们赵爷啊 不想让你们在外面风尘普普的 想留住你们在本地 发扬你们的爹打药丸呢 这样你们就可以安稳地过日子了 对啊 小弟对医药也略有心得 我非常欣赏你们的爹打丸 真的啊 嗯 我想投资在你们的爹打丸上 一切材料费用由我负 你我四六分账 你六我四 但是包装方面要改良 这方面由我来负责 不知道田师父意下如何呀 爹 祖宗留下来的多年基业 不可假手于人呢 是呀爹 万万不能啊 多谢赵师父一番好意 我必须花点时间考虑考虑 好吧 在下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吧 田某就此告别了 告辞 请 送客 告辞 告辞 师父 你不说他们保护费 还要跟他们合作 你懂什么 我管他是好是坏 能帮我赚钱就是好的 你学着点吧 对呀 阿七 其实师父啊 是肯看重你的 啊 师父 为什么你今天闷闷不乐的呀 是啊 师父 你们发现没有 竟然多了很多乞丐 嗯 师父 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今天好像真的多了很多乞丐呀 这些乞丐是北方来的 今天北方不知是遭水灾还是旱灾呀 所以阿荣你不要取消我精打细算了 这些都是吃剩下的 不打包多浪费啊 阿苏 你不要在这说风量话 吃的最多的是你 做的最少的也是你 就是 有贪心哪 贪心 这叫节俭 节俭是美德 你知不知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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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不要争了 乞丐也是人 有饭吃 谁愿意做乞丐 你们想些办法帮他们 是师父 是师父 师父 不是吧 你又做善事 这么多乞丐 我们怎么能帮得过来呢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嗯 哎 哎 你出钱 好 你出力呀 我出力 你出力 哎 反正我们保之临 这回又要亏本喽 哎呀 赵爷 别这样 嗯 哎呀 老板娘 怎么样 不错吧 哎呀 冯师爷 哎呀 冯师爷 你 你可真是想着八字赚钱呀 他们要去买你的福寿丸 你就卖给他们嘛 反过来赚我的钱 哎呀 哎呀 等以后啊 他们在我这里赚了钱 然后再去买你的福寿丸 哼 您呀可真够厉害的 嗯 嗯 哎呀 这什么呀赵爷 给我吧 哎呀 老板娘 你过奖了 我们 跟你一样 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哈哈哈哈 瞧你说的 姑娘们跟老娘走了 走走走走 走了走了 走吧走吧 走快点 走 哎呀 走走走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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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唉 哈哈哈哈 师爷 我看我们是不是 再把福寿丸的价格 再抬高一些 赵爷 现在涨价不是最好时机呀 再等几日 到时候了 你不想涨 也不行呀 是吗 那当然了 冯师爷在吗 冯师爷在 冯师爷 阿炳找你 冯师爷 你脸色不错 身体怎么样 身体没事 就是有点累 我上次给你吃的福寿丸 吃了没有 有啊 吃了还可以 吃完以后就这样了 今天我来 就只求您 再给我一些福寿丸 这没问题 不过 上次是因为我们全馆的阿七 一时冲动打伤了你 我上回免费给你吃 你说是吧 这次嘛 不过这次啊 没问题 我可以出钱买 现在有没有啊 你出钱啊 有钱便什么都有了 一个大洋 可以买多少啊 四颗 四颗 不过你够朋友 我多给你一颗 五颗 谢谢冯师爷 老奶 请来拿五颗 好了 谢谢冯师爷 谢谢冯师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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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员 既然大家已经发现 接上难民的问题啊 那就更好办了 呃 黄师傅啊 请问您有没有帮助这些难民的计划啊 现在省城难民越来越多 由北方长途跋涉来到 伤患无数 我黄飞红可以做的是失衣 所以如果前会长 能够号召香绳商骨 慷慨解脑购买药物 难民就不会那么惨了 提督大人也很是注意 问题的严重啊 那特托本人配合救灾 扶贫解困工作 此今以全力支持 既然提督大人支持我们 那我们呢也支持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好 我黄飞红代表难民 多谢各位善者人翁 也请前会长 代黄某感谢提督大人 体察民情 一定 一定啊 黄师傅 其实我也有一事 想请黄师傅出手相助 镇长 何须客气呢 只有飞红能做到的 一定义不容辞 最近有很多街坊投诉 有人贩卖鸦片之类的毒品 不少市民都深受其害啊 小则影响身体 疲惫无力 大则妻离子散啊 这件事我也略有所闻 我黄飞红身为民团总教练 将荼毒者绳之以法 乃说分内之事 黄师傅就靠您了 哪里哪里 现在当务之急是救灾 其次是为了上毒阴者去除毒瘾 没错 黄师傅 那我们分头进行吧 好 到此 请 请 爹 爹 这么晚还不睡 小心着凉啊 爹 你怎么总是关心我们 却不关心自己呢 这里风大呀 爹身体好没事儿 还有爹是你们的 是我们的保护之神嘛 爹 是不是在为赵虎 和爹打完的事发愁啊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两姐妹陪着爹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常常连客栈都住不起啊 要你们受这样的苦 我这当爹的 真是对不起你们呢 爹 不要说这样丧气的话嘛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爹 只要我们一家人 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在哪里都是一样啊 其实这些年 我想的并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想着为我们田家做点事儿 能够把我们田家的爹打完 发扬光大 为百姓 为了我们田家的传统 发光发热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死也瞑目了 爹 这既然是您的心愿 作为女儿 又怎会不支持您呢 就不要担心了 早点睡觉吧 可是阿欣她 总是对赵师傅有些成见 阿欣的性格 也实在是有些刁蛮 但是她还是很关心您的 我知道 阿欣的性格 跟你娘是一模一样 口硬心软 我最疼爱的就是她了 我偏心眼儿 阿欣啊 你不会怪爹吧 爹 我怪你 爹 阿欣 你不可以偏心的 我们三个人是一条命 阿欣不要离开爹 我的好女儿 爹 阿欣是你的女儿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我的好女儿 我的好女儿 爹 我非常想念你 所以我决定早一回来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承诺吗 听说你要和甘舅公去西洋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那个地方叫英国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多久回来 那一定很远了 英国在哪里 我拿地图 你只给我看 我已经看过了 中国地图上没有英国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我也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一定啊一定 嗯 你放心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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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哎哎这不能吃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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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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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飞鸿 你这狗娘养的 十一赠药还不够 还要一人一馒头 真不知所谓 你也不知所谓 赵爷 赵爷 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黄飞鸿他在搞什么戒毒运动 对我们燕民在搞戒毒啊 你看这个时候 岂有此理 那黄飞鸿不是要跟我过不去吗 是啊 赵爷 我看 现在民团和官府啊 管得那么紧 我们暂时收手 停授扶授完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之不利啊 不利不利 难道我怕黄飞鸿吗 不怕 停授扶授完 你们不吃饭行吗 师父 田亮求见 有请 是 请 田师父 欢迎欢迎 赵师父 您好 请 请 请 田师父 今天到访是否对我俩合作之事 有所决定啊 没错 我想清楚了 我可以按你的合作方式进行 只是我有一个条件 不知赵师父可否接受 什么条件 药方是祖传的不能外传 所以制药归田家 包装归你们 没问题 就此决定 冯师爷 马上立约 是 是 不想干了 阿七 卖是开头难嘛 不要急啊 这都一天了 我一个商品没卖出去 我还不过去赌钱呢 阿七啊 董事害人的东西不能再沾了 人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就是再苦 我也心甘情愿 啊 好 好 我答应你 嗯 买烧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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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廷嫂 你来买烧饼啊 买烧饼 廷嫂买烧饼吧 刚出炉的 秋婷啊 什么时候改买烧饼了 刚开张不久 以后还要靠你们多关账呢 好好好 那你给我来塞个烧饼 嗯 阿七 阿七给萍嫂包烧饼啊 嗯 阿七啊 不是萍嫂我多事 你看你现在卖烧饼啊 比开赌局强多了 你看你这个老婆多漂亮 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手机啊 你买烧饼还叫醒儿子 你怎么把婆呀 你说什么呀你 阿七 我不买了 萍嫂 你做什么呀 哎 萍嫂 啊 萍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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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嫂啊 你追过来干什么呀 萍嫂你不要生气 阿七她不是故意的 你原谅她好不好 萍嫂啊 阿七她也太不像话了 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 怕你吃亏啊 我知道 我知道萍嫂最疼我了 阿七 阿七她答应我要重新做人的 萍嫂你就不要生气了啊 行 那我先走 这个这个您拿着一下 这都不好意思 你拿着啊 拿走吧 这多不好意思呀 那就谢了 走了 哎哎哎 偷我烧饼 臭小子 哎 哎 偷我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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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人哪 老板 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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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别打人哪 人是你啊 打人欺负小孩 他偷我烧饼 证据哪 大家都看到了 哥哥我饿了 这样吧 我替他付钱给你 啊 大家都看到了啊 偷人家东西 被抓着了才付钱 是不是保之灵的人 都是这么做的呀 渭小七 把话说清楚 不要侮辱我师父 我就侮辱你师父了 保之灵叫人偷东西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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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跟林荣蓉打架了 啊 李世荣 谁叫你是黄飞鸿的徒弟 今天算你倒霉 一起上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 哎呀 啊 哎呀 行 哎呀 停停停停停停停 也便宜你 老爷你不明白 给他留口气 他会保质林告诉黄飞红 这是我们黑五全款干的 大家都知道 你赵爷是不怕黄飞红的 好 我今天就留着你这个贱骨头 回去让黄飞红一万 老爷高气 看看黄飞红的医术有多高明 走 走了 阿七 师傅 我还要卖烧饼呢 做我的徒弟还要卖烧饼 想得我的脸吗 走吧 咋咋啊 走吧 走了 走了 师傅 我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 不太光彩吧 有什么不好的 打架最重要是赢对手 人多打人少是应该的 对吗 黄师爷 对对对 高气 谁让他们人少我们人多呢 走吧 走走走 大哥 大哥 你怎么样啊 真是对不起 大哥 你没事吧 大哥 阿柔哥 阿柔哥 快帮忙啊 老芝林呢 阿柔 你到底跟谁打架 我跟阿七打架 有个小孩偷了他的烧饼 我 我帮那个小孩求情 谁知道他们侮辱师父你 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真是岂有此理 他简直太过分了 黄师傅 真的很对不起 我 我真的没想到阿七 还是死心不改 我回去向她问个明白 七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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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七嫂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好多了 只是觉得胸口还有点闷 胸口闷呢 是有身孕的反应 也有感情的脉搏 听说这个世界真有能够 我 我有春痛的魂魄 也有天爱的幽默 是否让我忽然看不清楚 我在私下曝影中的软弱 哪个人对我才重要 哪个人才会得到 我的身份拥抱 因为我从开始早知道 多少只会也退一步的 混同情有多好 你对我才是重要 我是什么人 我想你已没有 哪个人